大家好,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六,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美股,欢迎您成为会员。 美联储的老领导说,今年降息次数或少于预期,以CPI为目标甚至不会讨论降息。 对于本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放歌,表示通胀回落和强劲经济为美联储提供了降息的空间。 前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说,这可能更像是一种希望而不是预测。 美联储老领导前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周五警告说, 顽固的高通胀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在今年对降息采取更加谨慎的立场。 美联储官员们需要警惕具有粘性的通胀,这可能会阻碍今年放宽货币政策的计划。 今年实际降息次数可能少于预期,如果美联储目前以CPI为目标,甚至不会讨论降息。 本周三,美联储公布三月利率决议,从点阵图来看,官员们预计今年降息三次,每次降息25个基点。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放歌,表明通胀回落和强劲经济为美联储提供了降息的空间。 对于上述前同事们的立场,克拉里达认为,这可能更像是一种希望而不是预测。 我真心希望美联储真正进入依赖数据的模式,因为如果通胀持续坚挺,它们不应该在今年实施三次降息。 市场当前也预计今年美联储将进行三次降息,不过这一预期是较稍早的更多次降息预期的撤回。 今年以来的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高一预期,市场大幅减少了对降息次数的定价。 美联储官员们相信,高居不下的住房通胀正在回落,为降息铺平道路。 然而,克拉里达表示,美联储可以降息的程度尚不清楚。 在相当广泛范围的情景下,它们将在今年至少进行一次降息。 然而,随着通胀数据提供了喜忧参半的信号,情况变得不同。 如果美联储目前以CPI为目标,甚至不会讨论降息。 克拉里达还指出,虽然鲍威尔周三表示金融状况紧张,实际上是金融状况比去年11月份宽松得多。 芝加哥联储的金融状况指数处于自2022年1月以来最宽松的水平。 克拉里达说,我认为这里正在进行一种微妙平衡。 当市场赶到美联储已经完成加息并将要开始降息时,金融状况自然会开始放松。 这当然改善了经济前景,但同时有可能令通胀降至2%变得更加困难。 克拉里达于2022年1月从美联储卸任,现在是PICO的全球经济顾问。 克拉里达并非当前唯一不看好美联储降息的有市场影响力的人。 本周,美国高通胀吹哨人,美国前财政部长萨莫斯批评美联储在经济强劲和通胀仍然较高的背景下, 急于向市场暗示未来几个月可能降息的行动。 萨莫斯说,虽然美联储中性利率预测中值从2.5%上调至2.6%, 但他认为真实数字可能至少为4%,从经济实际结果看, 当前的货币政策可能不如预期那样具有限制性。 美国资管巨头Vanguard预计美联储在2024年内不会降息,Vanguard指出。 市场对于联储降息的预期已从年初的7次下调至3次,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关注。 墨头姐最新预测,比特币可能达到380万美元。 方舟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Cassie Wood表示, 鉴于全球最大加密货币的最新发展, 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会达到380万美元, 比他此前预测的高出200多万美元。 周五在纽约举行的比特币投资者日会议上, Wood对主持人安东尼·庞普利亚诺表示, 大量机构采用和新的ETF产品意味着在牛市情景下, 比特币价格可能会达到380万美元。 此前,Wood的公司在1月份分享了一份比特币前景报告, 估计到2030年,比特币价格可能达到150万美元。 今年以来,比特币已经上涨了44%, 周五在64,000美元以下徘徊。 Wood周五表示,去年我们预测牛市情景下, 比特币将达到150万美元。 SEC给机构开了绿灯,尽管他确实不太情愿, 但我们所做的分析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机构投资者将其投资组合的5%多一点配置给比特币, 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 仅这就会使我刚才给你的预测增加230万美元。 Moot还说,他预计即将到来的减半将产生与之前事件类似的影响。 在2012年、2016年和2020年三次减半之后的12个月里, 比特币的价格分别上涨了8069%,284%和559%。 他说,我们认为比特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正处于真正建立互联网原生金融生态系统和去中介化所有收费者的最初阶段。 好,我们看一下热股的表现, 我们从小英伟达ALAB的周线图开始看起。 那么这个图在本周上市之后呢, 收出了一根漂亮的大阳线, 一度冲高到了80块哈, 虽然呢有一定的上影线哈, 表明有短线的这个交易者开始套利一部分哈。 那么周线图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加仓哈,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也是如此哈, 那么周五这天再度给出了阳线哈, 周四这天其实也是阳线, 但是呢有相当多的人在80这一带哈, 70到80之间啊选择了跑调啊, 我们说技术面呢没办法仔细分析啊, 没办法分析, 因为K线数量太少, 但是呢我们认为我个人觉得市值呢, 如果他真的是小英伟达的话, 那么市值目前肯定是偏低哈, 106亿哈, 对吧啊非常小, 所以这个图呢我们说啊炒心股呢, 也在技术面是比较难以分析啊, 那基本面呢或者说估值这个角度呢, 可以适当少量的布局, 那么后期如果出现挖坑的迹象的话, 在意哈, 那么现在还没有挖坑, 好这是小英伟达, 我们看一下大英伟达的周线图, 我们感受一下市场到底想不想跌呀, 那么我们看到周线几笔, 在本周也仍旧是一根阳线啊, 本周呢有下影线, 随后呢又谈了起来, 本周的收盘价比上周的收盘价要高了不少,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表明市场呢并不愿意形成空头啊, 并不愿意形成大空头, 对吧, 那么上周呢是一个停顿K线啊, 因为本周啊是超级周啊, 所以市场呢有一定的停顿啊, 形成了前期呢形成了下影线, 随后呢又在晚间时候又谈了起来, 那么上周是一个收敛形态,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上周复盘的时候感觉到市场呢, 其实呃是收敛形态, 那我们对于收敛运动的形态的第一预期是顺势预期, 对吧, 我们认为它是上涨中继, 那事实上我们事后一看, 哎, 确实是上涨中继的概率更高, 而事实上就是上涨中继啊, 目前看来, 对吧, 周四周五都是阳线啊, 周三也是阳线, 周二这个二三四五全是阳线啊, 是吧, 都是阳线啊, 按照收盘价来看的话, 那么市场还要涨吧, 应该是还要涨啊, 感觉起来啊, 空头一点儿脾气都没有啊, 本周总共五天啊, 四天都是阳线, 嗯, 好, 这是一伟大, 说它能涨到哪, 那么我们最近啊, 读到一些投行给出的目标价, 大概是一千四, 有有人已经说到一千四, 一千五一代了哈, 那么普遍预期呢, 至少要摸一下一千哈, 包括一千零五十, 这样的数字也都有哈, 那么这样的话, 共识是在一千, 至少是在一千一代哈, 那么一千四的话, 这左边没发, 没有阻力区啊, 所以是不是一千四, 咱也不知道哈, 所以怎么办呢, 大家看啊, 之前发布财报前后, 市场剧烈的波动啊, 那么随后呢, 我们要重新看涨啊, 那么现在看起来, 如果你在这是八百一代重新买入的话, 那么现在仍旧赚了一百多块啊, 好, 后续还要涨吧, 也非常有可能继续涨啊, 非常有可能, 好, 这是应伟达的预期, 我们看一下谷歌, 谷歌的周线图漂亮吧, 答案是不是那么漂亮, 但是是多头在主导行情吧, 是的, 非常是, 你看本周的周线可以线, 它是一根跳空高开的可以线, 从时呢, 拉到了高位附近啊, 拉到了啊, 近一年多以来的这个波段高点附近啊, 那么市场呢, 将很快去突破这个高点, 事实上呢, 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当前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在洗左侧历史高点, 对吧, 它, 你看这个当前的阻力区, 就是左侧历史高点附近, 那么它的洗盘形态, 我们在上周看到的是什么, 下跌反弹下跌反弹下跌直跌, 这是一个标准的五浪下行洗盘, 那么在上周出现直跌迹象, 那我们在上周复盘的时候, 应该说让大家直接就买了, 对吧, 你看本周直接就不给你机会进场, 直接拉上去, 说现在还能追高吧, 当然能啊, 这是涨的呀, 对吧, 市场有两个方向, 你选一个方向, 你选择做空还是做多, 那肯定选择做多呀, 这是什么缺口, 这是顺势, 这是大趋势没有结束的一个缺口啊, 我们的交易模式是假设, 这个缺口是多头强势的, 顺势上涨的缺口, 顺势就是意味着还要涨,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到这摸一下啊, 跌了一下, 数值方向跌不动啊,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周五又上去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 再稍微横盘直跌一下, 横盘震荡一下, 也有可能啊, 但整体的大势还是要涨, 因为他刚刚把最高位阻力去基本上洗完了啊, 接下来就要去尝试突破它, 突破完了可能给一些回踩之类的, 对吧, 你看周五这个黑线还是比较强势, 所以现在加仓也不完, 是的, 也不完, 我认为哈, 不完, 我们看一下奈飞的周线图, 本周的周线图是阳线, 感受到了吧, 而且再创历史新高吧, 不是历史新高啊, 就一年多以来的新高啊, 那马上他也要去摸七百一代了吧, 现在是六百二十八, 我们说他要去摸左侧高位吧, 你看他真的就不低啊, 是吧, 我们的趋势线画质, 你看前两个阻力的阴线小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啊, 长的吧, 只要他长的都不是下跌, 这也只有两个方向, 你选一个方向, 你别两个方向都不选, 是吧, 你选一个, 你别总选选反着的, 我们这里是顺着, 概率高一点啊, 对龙头骨, 一定要把这个思维顺过来, 有人说不行啊, 就要独立思考逆向思维, 那你跟大众逆着, 你不要跟, 对吧, 我这逆着, 我这是顺着的, 你跟我逆着不就是反着的吗, 好, 这是奈飞啊, 还得看张大理论上是啊, 技术方还要再去摸一下七百一代呢, 对吧,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周线图, 台积电周线图是啥图, 刚才我们看到英伟达实际上是一个收敛的那种形态, 往上走, 你看这个, 他的周线图是啥图, 上周呢, 有一根阴线OK, 但是本周又跟你只跌了, 那就说明啊, 跌不动啊, 它是一个横盘洗盘啊, 从周线级别来看, 这是一个支声区, 对吧, 这是一个支声区, 然后呢, 想要跌下去跌不动啊, 本周跟你谈了起来啊, 这个横线是个大的支声区, 删一下这些线, 对吧, 那这样的话还得看张吗, 理论上是的啊, 跌不动嘛, 我看一下日线, 你看, 下跌, 突破, 周四是阳线, 周五还是阳线啊, 那么这里稍视横盘止跌之后, 可以加仓, 对吧, 其实现在就可以调到这了, 它跌不动, 好, 这是台积电, 我们看一下波音, 波音最近的这个消息面呢, 负面比较多啊, 那么它的一个走势呢, 实际上在周线级别, 它是在测试当前, 左边这个波段的低点啊, 对吧, 本周呢, 是一个直接K线的感觉, 但是呢, 由于它的这个交易风险比较高, 因此呢, 我们还是应该以下跌圈的右侧, 直接加个为准啊, 那么现在它是这根下跌圈的右侧吗, 不是, 它是左侧, 我们看一下日行啊, 你看, 周五这天有点回落的迹象嘛, 所以这里呢, 等待这个常常下跌圈的右侧, 直接再去做多会好一点啊, 这是波音, 。